这上天哪真是在捉弄人啊 这该有的没有 这不该有的却有了 老爷 只要您认定是自己的 就接受事实吧 那次吧 你和文君都走了 我这心里吧 苦闷 就像借救消愁 我怎么就知道 我这把香菱就当成了你了呢 老爷 这歪打争招的事 也许就是天意 既然是天意 您就成全了香菱 娶她做五方吧 你说的请求 钱贵和香菱 平时就辣辣扯扯 钱贵在我面前 不止一次地提出来 要娶香菱 你怎么就能断定 她怀的是老爷的种啊 好了 别争了 是不是我心里知道 她不就想做五一太吗 那我成全她做五方就是了 既然老爷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我也没啥说的了 不过 现在大院里老的老 小的小啊 连个使魂丫头都没有 今后怎么生活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这使魂丫头呢 可以再去买 也可以去请嘛 进了一个 您就收她做姨太太 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太太 您别急 这样让文君去伺候您 我来照顾香菱 您看行吗 老爷谁来伺候啊 我跟文君总有闲着的时候 再说了这大院里 还有钱贵和赵马 老爷使唤谁都行 好 月儿 你呢 还是伺候太太吧 让文君去伺候香菱吧 我听老爷的 既然你们俩都已经安排好了 那我还有什么话说 这事呢 就这么定了 现在呢 赶紧把二姨太的房间 给腾出来 作为五姨太房间的卧室吧 是 老爷 不心里 照顾 老爷说了 以后这儿就是您的卧室 您看还缺点什么 尽管告诉我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只要能做到的 就一定满足你 原来疯子用过的东西 我一样都不要 统统给我换掉 都已经换过了 您仔细看看 我说的是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换过了 您仔细看看 我指的是这里的一切 夏令姐 你有怨在身 别闪着身子 我赶明儿就让人给你换 不行 我今天就要换 今儿怕是有点来不及 我肚子里的少爷是不会答应的 急坏了他 你大大地请嘛你 好好好 都依你 我这就去找人给您换 顺子 你看到钱柜都没有 钱柯好像病了 要不您到他房间去看看吧 病了 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三姐太 我跟你说啊 钱柯得的是相思病 什么意思 钱柯暗恋项链这么多年了 如今听说老爷 要受项链做武房 能布病吗 顺子 这种事可不能瞎说 我怎么敢瞎说呢 行了 你去忙吧 诶 使劲点 三姨太来了 进来吧 你来干什么 谁也没叫你 来给你道喜呀 武姨太 用不着 你走吧 等我宝话说完 不用你撵 我自己会走 我还没工夫听呢 你今儿要不把这事 给我说清楚了 谁也甭想出这个门 你是谁呀 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给我那俩耳瓜子 我可不能白挨 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要是你再在这 胡搅蛮缠的话 我喊人了啊 喊哪 太好了 你现在喊 你把全大院人都喊来 好为你道喜 武姨太 你 浅棍哥 太太她 不是 什么不是 叫什么叫 武姨太她 你没听见刚才我说什么吗 你凭什么对四姨太这么无礼 就凭我母姨子贵 怎么了 不服气 太太 是我不对 您别生气 身子骨要紧啊 做出那么不要脸的事来 你还想瞒天过海 你骗得了谁呀你 生来你就是丫头命 你哪点配做太太 先前的我告诉你 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看见 我相灵到底是丫头命 还是太太命 别以为你很聪明 我也告诉你 你聪明一时 你会后悔一辈子 险国哥 你别说你快走吧 你快去忙去吧 你让我把话说 你给我滚出去 我告诉你 你会后悔一辈子 滚 后悔了你别来找我 滚 走吧 我说你站在那儿干嘛呀 赶紧给太太敬茶呀 是 老爷 太太请用茶 就这么敬我 太太请原谅 这还差不多 老爷 给赏 给赏 好 尔利 和老爷 我 你不知道 你怎么不去草死萬人 不 你干嘛呀 走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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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说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你赶紧到佛堂念经去 老爷 我有个事要跟您商量 你们看见我正在忙呢 你有什么事啊 找约商量吧 这事非得跟您说不可 好 你赶紧说吧 老爷 昨天晚上啊 我做了个梦 我梦见老太爷了 老太爷给我托了个梦 他说 他说您娶的三房四房五房 都是丫头名 不可没胜出儿子来 这你说还真有这么巧啊 他们原来都是做丫头的 自从云二算起可不是吗 虽说湘灵是我的人 可我也不能违背老太爷的意思啊 哦 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好 我昨天呢 我想了一夜 我想出一个主意来 可我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啊 哎呀你说呀 到底是什么主意啊 我在想 湘灵肚子里怀的孩子 到底是男是女 咱谁也说不准呢 不 你说不准又怎么样 那您现在收他做五房 为时过早啊 我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 他既然怀了我白子义的骨肉 我就能娶他 我没不让您娶他 我的意思是说啊 你等湘灵把孩子生下来 咱们看他是男是女 咱们再做决定 那也不迟啊 天无绝人之路嘛 你怎么知道我白家就一定会断后啊 老爷 我知道您并不喜欢湘灵 将来等湘灵的名字上了族谱 他又没给您生出儿子来 您到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我只是给您提个响 请您三思而行 不过了 entfer犯吧 怎么办家 你好 你们有没有偶尔 我说了 那他为什么不来 老爷说 你要有事 就找三太太说去 什么 老爷就是这么说的 那我问你 刚才经过大院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钱贵他们张罗着挂灯笼 布置什么的 我不明白 你问的是什么呀 老爷不是要娶我吗 难道院子里边 一点动静都没有 没有啊 是你没仔细看 还是真的没有这么回事 真的什么动静都没有 这就怪了 要不 我去帮你问问老爷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来 老爷 您请用茶 温君刚刚已经送来了 你这不是多余吗 老爷用不着心疼我 现在院子里的人手少 我可不敢闲着 你要身体不舒服 你就歇着去吧 那怎么行呢 你马上就要娶我进门了 别人都忙得团团转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马上就要娶你进门了 老爷 您不是让他们 把新房都布置好了吗 那是两回事 我让你先住进去呢 不等于马上就要娶你进门啊 老爷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您要这么对待我 我肚子里怀的 可是您的亲骨肉 能续白家的香火 你怎么这么幼稚呢 您就能保证 您那肚子里怀的就是儿子 这么说 我要是生个女儿 您就不认她 我当然要认了 那您就不认我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姐 你这么无情无义 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 只能认命 太太 老爷 老爷 可出尔反尔 我早就料到会是这个结果了 太太 我求求您帮帮我吧 我来是送牛做马 我也会报答您的 你是我的随身丫头 我何尝不想帮你啊 可是老爷他不听啊 太太 您还没去说 您怎么知道老爷他不会听啊 我刚到书房找过他 就是跟他商量收你做午房的事 老爷也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谗言 他反悔了 非说等你生了孩子之后 看看是男是女在决定 我知道是谁在比后时的坏 他自己生不出儿子 他就想来害我 你是说文君 他才没那个本事呢 老爷也不会听他的摆布 那就是元儿 还能有谁 昨天晚上 老爷就是在他那儿过的夜 原来是这样 太欺负着了 我找他去 不动 他能成人吗 太太 那我该怎么办啊 先忍忍 忍忍 小无忍 则乱打磨 沈大夫说你怀的肯定是个儿子 咱就把他生下来 生下来给老爷看 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想当于义太 不在乎什么时候当 最重要的是 要当他名正言顺 太太 不是 太 太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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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坐这儿 慢着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香菱身体弱 需要补补 我哪儿做得不对了啊 是啊 老爷 香菱她迟早都是您的人 可她现在的身份仍然是个丫头 赵妈 把汤端下去 老爷 我看这次就算了 下不为例 云儿说得对 好了 你们谁都别说了 我说香菱啊 这做人做事呢 要讲究个上下尊卑 进退要有分寸 不能随意愉悦 正所谓 过由不及 该让你做的时候呢 这自然会让你做 现在还不到时候 明白吗 明白吗 是 老爷 老爷 我去看看 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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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君啊 你千万别误会 刚才老爷发脾气 不是冲你来的 我 我没误会 你没误会 你跑出来干吗 我 我 我丢东西了 你啊 别骗我了 看你神色慌张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我 我 我真的没有事 我刚才 突然发现 老爷原来送了一个耳环 不见了 我想 出来找找 你啊 连谎都不会撒 你看 你这耳环 不是在耳朵上挂着的吗 三姨太 我 看看 脸都红了吧 我 我 好了 别解释了 赶紧回去吧 待久了 别人会想多的 三姨太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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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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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谁呀 你来干什么 喝吧 你把花搬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我问你花呢 你听见没有 你妈这么看着我 恭喜我一太 你说什么 这些花是姥爷让你送过来的 难道是太太 那你是不是搬错地方了 没人让你搬 你自己要搬 你还想老爷骂我骂得不够是不是 捣什么乱 赶快搬走 别别人看见了 指不定要在背后瞎说我些什么了 关你什么事啊 够拿耗子多管闲事 赶紧走 你要是真心想帮我 就赶快走 走吧走吧 讨厌死了 快点走吧 这个事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找你有急事 只要不是任命关联的大事 以后手到这儿来 我问你 老家伙什么时候娶香菱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他到底要把香菱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啊 他要是不娶香菱 当务于态 我跟他没完 你是香菱什么人 这可倒好啊 皇上不及太监气 到底是谁在背后倒归 我要弄得明白 笑话 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我是还要他敌 闭嘴 闭嘴 你不要命啊 你不要命我还没活够呢 瞧你这话说的 我这么做 都都是为了我们好吗 哼 你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你以为我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我可警告你 从今往后 你要再敢招惹香菱 别怪我心狠 到时候 大的小的 我一个都不留 您瞧你 我也没跟他说什么 您不用这么狠哪 跟要吃人的自带 我把话给你挑明了 他要是生个儿子 我和老爷自然会给他兵分 他要生个丫头 那 对不起了 您要把他怎么样 您要把他怎么样 只要你喜欢 给你做媳妇啊 您可别吓我了 你不愿意啊 那钱贯还等着呢 用点力气 跟没吃饭似的 轻点 你想捏死我啊你 太太 这样行吗 再重点 太太 我怕弄疼你 没见过你这么笨 也不知道老爷 看上你什么了 好 好了好了 给我捏脚吧 是 我告诉你啊 你是怎么伺候老爷的 你现在也怎么伺候我啊 太太 太 我得回去了 时候不早了 老爷还等着我回去伺候呢 老爷说 今天晚上到你那儿去过夜 是的 那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你哪儿都不许去 就给我乖乖地待在这儿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 我身边不能没有人 老爷既然安排你来伺候我 你就得给我乖乖地待在这儿 随时听我的使唤 可 可是老爷 并没有说 让我陪您过夜呀 他安在我房间里等着我回去呢 老爷可真在乎你呀 那老爷怎么不来找呢 姐 老爷 老爷 文娟啊 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不回去想法啊 老爷 我这不是正在 劝四姨太回去呢吗 您就来了 你是不是 把我跟你交代的事 都忘了 不是的老爷 那你为什么还要别人劝你回去啊 我就那么可怕呀 没有啊老爷 我四姨太 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我一个劲地劝您回去 您干嘛说 老爷让你在这儿陪我过夜呀 简直岂有此理 我看你是越来越放肆 你现在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老爷 您听我给你解释 你还解释什么 算我看作人了 老爷 老爷 震住你 太太 你已经把老爷给得罪了 现在追上去也没有用的 太太 我求求你让我走吧 老爷他真的生气了 老爷他今天晚上 是不会回西厢房去了 就死了这条心吧 就死了这条心吧 哭哭哭你就会哭 滚吧 我要睡觉了 呀 官员 你说 他怎么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温君他不是那种不同事离的人 他那样做一定有他的难处 难处 那是我平时太宠她了 宠得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她 老爷 你不了解文君 她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梅兰姐在世的时候 所有人都躲着她 可只有她 一直不离不弃地守在她身边 那谁叫她是梅兰的丫鬟呢 那是她该做的 老爷 您冷静点 白家现在要的是平安无事 这姨太太之间争风吃醋的事 您就睁着眼闭着眼 全当没看见 长言道 家和万事兴 您是一家之主 可千万不能乱了方寸 您要把心思 放在正事上 为以后的打算做好准备 以后这大院里的事情 您就交给我来处理 您出现 您哪会儿 您… 您红人 您是中心的 您是二兄弟 您墨母亲 您还在买份 您一样 您们不能买份 您宫 您到我 您的ون 您赚得ゆ 你至极 平胜足矣啊 老爷 靠近了 哎 谁 别 ди hou杏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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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来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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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小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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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乾坤 乾坤 乾坤 那胸像的 哪有我们的父亲 你放着我 我喊人了 喊人 好啊 我巴不得让人知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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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是什么人 我怎么是来害你啊 你还把身命里中定的一对 谁也离不开谁啊 我求求你别伤害我 我只是搬家的也压死我 你到底是谁啊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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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咱们也是老乡使了 既然是老乡使 既然是老乡使 你就帮上名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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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是老乡使了 既然是老乡使 咱们是老乡使的 咱们是老乡使的 你不敢 我说 你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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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了 你不敢 我去 闭嘴 那我去 你不敢 你不敢 我去 你不敢 我去 这些人 你不敢 你肚子里的孩子 还得管我叫爹呢 你 你 你不是哩巴 当然不是 我是临终豹 什么 你就是临终豹 太太 老太爷好像有话要说 老太爷 你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我听着 燕娇 我就要 见你爹去了 白家 就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 忽视福意 把白家的产业 维持下去 老太爷 你 你 你 了 有 你 有 你吩咐把我听着 白家 不能后继无人 子役的娘 是死在一个 叫林 中暴的土匪的手里 死仇 一定要暴 老大爷 我记住了